俄国现在是世界上 最多核物质武器的6000多个 美国5000多个 中共已经500多个 然后2030年应该可以到1000个 可是你这一个一个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个 你也晓得我以前是 核子飞弹的发射官 然后我们去targeting的时候 我们会看哪个地方 需要多大的destruction 多大的warhead 然后我们的warhead是adjustable 你不要炸太大 可是这些都是一颗两颗 那整个城市都毁灭的东西 你几千颗 It's a move point 你这个仗不能打 所以这种仗要打起来的话 对人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你知道那时候 我们做targeting的时候 我一边在想要怎么样 Effect不同的target 一边在想 Why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This is ridiculous 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几百万人一颗 然后这个地100年不能用 你不能种什么食物 算少不算 Right 这种仗是不能打税 任何人说要用这个 就像普丁 是很不负责的 这种事情 真的会毁灭这个世界